4月21日 高端私宅项目双岳园就要开盘了 双岳园位于新加坡东海岸第15个区 这儿正被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中产阶级所追捧 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中产投身东海岸呢 首先从房价上来说 第15游区并非高分不起 像双岳园这样的永久第7项目 持价甚至只要2600元新币 这对绝大多数中产来说 那都在能力范围之内 并且双岳园作为大楼盘 配套设施极为优质 死盘 健身 游乐场 一营俱全 每项设施还都有两处 所以人家叫双岳园嘛 同时第15游区还带给居住者们优质的教育资源 以双岳园为例 一公里内就有光华 单荣加东和海格女校 两公里内更是有道南跟菩提 这无一不是名校 无论孩子进入哪间学校 那都有美好的未来 再说说自然资源 俗话说得好 凡事怕一罪 第15游区的自然资源 那绝对是新加坡最棒的 双岳园紧邻东海公园 这儿是新加坡最大的海滩公园 到东海岸露营 烧烤 骑脚车 那是新加坡家庭周末的保留节目 众多的游乐设施 更是能伴随孩子不同阶段的成长 如此这般优渥的条件叠加在一起 这样的第15游区 你还有理由拒绝吗